自内地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以来 亚台金融市场是迅速上扬 港股更是首当其冲 但是港股真的就变贵了吗 另外一方面台积电的量产2纳米芯片的计划 会给行业带来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独立股评人钟俊强先生 周早上好 早上好一把 我们来算了一下 截止到昨天的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是反弹 差不多是34%了 较区间内的一个最低点 是反弹约为68%了 而恒生指数的涨幅 也是会高达了24%左右了 但是我们再看它的整体估值 仍然是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 其中互联网消费和地产板块 是有被突出 这当中您觉得是给了 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而估值弱能否代表 未来的上涨空间就会大呢 其实我觉得是有几个启示 比如说这三个板块 其实它有各自的重要性 所以它受到一定的政策的刺激 以及市场的追捧 比如说互联网板块 首先中概股当中有很多 其实是大型的科技股 或者说一些是一些小型的 比如说一些APP 互联网服务等等的一些股份 那这些股份的服务 还有它们的竞争力 其实是世界领先的 而且互联网行业 它能够为中国吸纳一个非常庞大的 年轻人的就业人口 也是能够服务于包括中国 以及世界海外华人的这些主要群体 也就是说它的客户基础是非常坚实的 另外与此同时 互联网行业它还是一个高增值 无论是它的服务 还是它的金融性质 都能够带来很大的一个增值GDP 所以它在整个板块来说 我记得的是 或者说在整个经济来说 应该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另外比如说消费类的一些股份 内需的股份 这个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经济 内需或者说消费 带动各行各业 以及它们的上下游的就业 就无论是高端的一些产品设计 或者说一些普通的 没有什么门槛的一些工作岗位 也能够提供 而且一般以发展国家 或者说发达国家 这些经济体里面 内需也是一个主要的经济增长的来源 并且它相对稳定 对外的依赖度也是比较低 另外第三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上涨 房地产也是一个很重要 或者说涨幅比较大 除了它本身是比较低产以外呢 为什么会有一个刺激 或者说中央还是比较支持 在这一波来说 我觉得第一呢 房地产它是带动上下游 50多个行业 包括什么的一些金属 建材 家具 或者说家电等等 那带来呢 而且比如说房地产的价格稳定 对于之前所说的一些内需 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房地产的价格如果下降 它会打击到财富效应 相反呢 如果稳定或说温和的上升的话呢 其实对于城市居民 它的这个消费的刺激 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那刚才也是讨论到 能否就是这个估值低 或者估值弱 就代表有一个大的上涨空间 我觉得还是要看 具体的行业或者说板块 估值低残呢 固然是最近我们看到 在港股身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逻辑 因为开始呢 这个从一万五千点 涨到现在两万一千多的话呢 有不少的资金 它是有一个害怕 就是错失机会的一个心态 所以有很多追落后 哪怕这个消息不是很确实 也会有一定的炒作 但这个是短期的逻辑 我觉得长期的逻辑 就是投资者呢 要捕捉较大的涨幅的话呢 还是要看国家的政策 是不是支持 是不是符合现在呢 这个保经济 或者说刺激经济的 这个发展的主旋律 而目前市场呢 我觉得有两大憧憬 大家也可以留意 其实这个也是启示来的 就是比如说 我们以阿里巴巴为例子 就是很明显呢 现在的这个政策 就是把之前的一些监管 或者说就是大家觉得 有人事啊 这种风险的因素呢 非常积极的去排除掉 那也就是说呢 过去可能呢 监管的比较严 导致呢 股价比较低残的一些行业呢 其实它的直播率 相对会比较高一些 另外一个启示就是 可以看到最近不断传出 跟会购买澳洲的煤炭 还有呢就是可能跟澳洲的 这个关系会有所改善 这个是对外 可能涉及的股份并不是太多 但我觉得整体的憧憬来说呢 就是过去两三年 一些负面的就是因素 会逐步逐步 尤其是政策风险呢 会逐步逐步逐步消除 那在这里呢 去寻找或者说按照这个逻辑呢 我觉得相对比起 纯粹看估值呢 要可靠一些的 嗯 那我们再看到 受惠于5纳米等先进 制程芯片营收占比扩大 台积电呢 是去年四季报维持高增长的 净利润毛利率双双都创了 历史的新高 不过呢 全球半导体行业 正在步入库存调整期了 一旦就是出现衰退 那么台积电啊 恐怕也很难独善其身 那么您如何来看待 今年半导体行业的一个表现 对于台积电表示啊 准备在2025年 要量产这个2纳米芯片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 其实我觉得半导体的表现呢 还是可以期待的 第一呢 目前这个经济似乎呢 是比较大概率去软着陆 美国那方面 另外呢 我觉得观察半导体行业的表现呢 可以留意两点 第一呢 就是库存 那全球半导体的库存呢 基本我们可以断定 在去年的第三季度 已经建了一个高点 也就是说库存在回落 另外一点呢 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 在去年 也就是大概第三季左右呢 已经见底 反弹目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 那以合理的 就是去反映这个经济的盛衰来说 并且呢 现在已经疫情封控等等 都已经放开 那很可能呢 会刺激全球的这个芯片需求呢 再次温和的增长起来 而各国呢 在这个半导体政策上面 也是聚焦自身的这个制造能力 尤其是一些像中美这样的一些大国 那积极的这些补贴或者说一些刺激的政策呢 也会提升这个供应链以及行业的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需求 那我看呢 这个台积电 就是刚才说到 这个在2纳米的这个量产 最近也是跟一些相关行业的朋友在聊这个话题 他们都会觉得这个应该没有那么顺利 或者说那么快 因为3纳米呢 也是最近才开始量产 也是推迟了原有的计划 另外一层呢 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个风险 因为2纳米呢 可能这个价格会比较贵 有这个风险就是说 有机会呢 不是那么就是容易被相关的一些公司接纳 那我自己看呢 台积电整体 因为现在行业在反弹当中 股价呢 应该还是正面 而且呢 我觉得很多 无论是散户 或者说机构投资者呢 都很重视股神巴菲特 他的这个下注 所以呢 今年最起码呢 在上半年来说呢 股价走势 还是比较正面 但是呢 当中啊 就是2025年之前 这些计划和利好呢 大家可能要心理准备 不一定那么容易 可以啊呢 按照原来时间表实现的 嗯 好的 非常感谢钟晋强先生 这一时段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